他是日本最帅杀人犯 逃亡期间多次手动整容 被捕后 尽靠一张照片 获得千万少女追捧 甚至有无数日本姑娘 扬言要嫁给他 更离谱的是 他把作案细节写成了一本书 在监狱中躺转上千万日远 案件的主角叫士乔达野 事发当年30岁 2007年3月 士乔达野跟一伙朋友 来到了一家酒馆消愁 一切的罪恶便从这里开始 喝酒期间 士乔达野注意到隔壁桌特别吸筋 原来是一个金发碧眼的洋妹子 能在这种甜蜜的地方 看到外国美女实在是稀奇 士乔达野自信满满地 用英语上前搭讪 但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他 女孩小琳达 当年22岁 是来自英国的一个高材生 因为喜欢日本文化 就来日本当外文辅导老师 来到日本之后 她碰到了无数异性的嗜好 但她不是随便的人 所以面对士乔达野的搭讪 她也就没当回事 当晚从酒馆出来后 她就前往附近的地铁 准备回单位宿舍 只是她没想到的是 那个搭讪失败的士乔达野 也跟着进了同一辆电车 时间来到了凌晨12点 琳达从车站下车 走向宿舍 而士乔达野 则悄悄地尾随其后 眼看这个士乔马上得手 琳达突然在拐角路灯处 瞥见了地上的影子 当时就吓得花容失色 转过头 发现身后就是刚才那个 酒馆搭讪的男人 琳达质问对方要干什么 士乔达野 用那蹩脚的英语回答她 你是英语老师吧 我半年以后要到国外留学 想找个英语老师 一般要是遇到这种情况 肯定是扭头就走 但琳达的性格 和大多数西方人一样 热情开朗 也不会随便拒绝人 于是 她就对士乔达野 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你跟我一块上楼 刚好我的同事也都在 我们可以具体谈谈上课的内容 琳达之所以这么说 其实就是在警告她 如果图谋不轨 楼上还有自己的同事 可以随时叫来帮手 然而 她实在是低估了 对方的心理素质 士乔达野很自然地 跟着琳达一块上了楼 回到宿舍后 士乔达野就开始了一番表演 她装模作样地 向琳达询问了教课的项目 随后还道了歉 说自己是个插画师 准备去美国学艺术 都怪之前太冒昧了 说完后 她自顾自地拿起一张纸 刷刷几笔 就给琳达画了一张自画像 上面还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电话 总之 在士乔达野的一番努力之下 琳达也慢慢地放下了戒备心 一番畅谈之后 就把士乔达野送出了门 几天后 士乔达野迫不及待地 拨通了琳达的电话 说想要琳达正式给她上课 地点就定在车站前的咖啡馆 琳达当时刚好挺缺钱 想着是在咖啡馆交课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于是就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受课的过程中 士乔达野全程都在装绅士 琳达对她的态度也十分友好 自信过头的士乔达野 两天后再次给琳达打了一通电话 说自己想在她那过夜 琳达听到后很生气 但她又不懂拒绝 于是就说自己很累 想要好好休息 在士乔达野的一再恳求之下 琳达答应可以陪她一起吃晚饭 随后 琳达就前去赴约 吃完饭后 士乔达野带着她到海边兜风 之后琳达就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虽然过程中并无暧昧 但琳达的友好 却让士乔达野 误以为对方对自己有好感 这让她以为 他们之间可以进一步发展 于是 她就开始进行下一步的邪恶计划 英国女老师在日本被害 凶手为了躲避追查 竟然给自己手动整容 更离谱的是 被追捕后 受到一众日本少女追捧 她就是日本最帅杀人犯 士乔达野 2007年3月25日 士乔达野将外语老师琳达 约在咖啡馆见面 琳达作为外交 被单位规定 授课必须在公共场合 付款也必须在当面接清 所以琳达对此次的赴约 就没有什么顾虑 只是在课程结束 该付账的时候 士乔达野却说 自己的钱包只装了些零钱 不够支付学费 希望他能跟他回家取一趟 基于对前几次上课的信任 琳达并没有多想 就跟着士乔达野 走进了他的公寓 实际上 士乔达野的包里 装着三万日元 完全可以付清琳达的费用 而他之所以那么说 就是想把琳达 诱骗进他的宿舍 这时候 士乔达野立马暴露了 原本的面目 将琳达推倒在地 接下来的内容 就不过多描述了 完事后 琳达的脸被打得轻红 也没有力气再站起来 虽然士乔达野达到了目的 但此时的他 却陷入了矛盾的状态中 如果放他走 自己就要面临 蹲大牢的结果 可是如果不放 就只能灭口 正当他犹豫之时 琳达野向他疯狂求饶 称自己出去后 绝对不会报警 至于脸上的伤 他会告诉外人 是自己遭到了抢劫 可即使是这样 士乔达野 还是不愿意放他走 就这样 一直把他囚禁在房间里 做着艰难的思想斗争 思前想后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我不想蹲大牢 就这样 一直僵持到了晚上12点 另一边 琳达的室友和单位 都发现了琳达的失踪 室友们将情况 报告给了警方 但由于时间 未超过24小时 所以就只是登记了 嫌疑人 士乔达野的住址 暂时未采取行动 而士乔达野 在一阵煎熬中睡了过去 大概在凌晨3点的时候 他突然被一声巨响惊醒 他赶忙起身查看情况 可刚一出门 头部就遭到了重重一击 见琳达发出了反抗 士乔达野就在这一瞬间 下定决心 不留他了 于是 他扯过一条毛巾 用毛巾 截裹了对方的性命 到了第二天 他走出了家门 从商店里买了 100多升的原液土 两袋发酵剂 以及两袋除臭剂 最后 他将琳达的身躯 放进了浴缸中 又把浴缸放到了阳台上 最后 将土埋盖在其身上 栽上了树苗 完事后 他开始收拾狼藉一片的房间 就在这时 警察找上了门 当士乔达野 小心翼翼地 把门打开时 门外四个警察 就站在他面前 警察问 琳达是不是在你这儿 听到琳达两个字 士乔达野懵了 没想到警方 这么快就找上门 就在这一瞬间 他做出了一个 惊人的决定 他用力推开门 从工作人员身边的缝隙 钻了出去 拔腿就跑 士乔达野很狡猾 他料到 大门口一定有其他人守着 于是 他没有乘坐电梯 而是走上了消防梯 跑到二楼的时候 他果断跳了下去 就这样 顺利地逃脱了 自此 士乔达野就开始了 他传奇的逃亡之路 他是日本最帅杀人犯 为了躲避追查 竟然用剪刀手动整揉 让人三观尽碎的是 被捕后 竟然受到一众 日本女孩的追捧 甚至扬言 要嫁给他 2007年3月 位于日本的外教老师 林达 神秘失踪 警方得到线索后 直奔嫌疑人视瞧打野家中 警务后 他们就看到了 此生难以忘记的画面 室内地上散落着被剪开的裙子 女士衬衫 卧室内还找到了一件 满是血污的内衣 可找了一圈 都没能发现林达的影子 但当他们走到阳台后 发现了一个装满土的浴缸 上面还栽着一棵小树 这个情况 让警方立马感到不对劲 就算一个人如此热爱园义 也不可能把植物 种在浴缸里 于是工作人员就试着把土跑开 当剥开上面一层后 竟然看到了一些人腿露了出来 最后发现 这个人正是失踪一天的外教老师 林达 确定这一星期后 警方基本上可以判定 凶手就是逃亡的士乔达野 但士乔达野的反侦察能力很强 他没有逃跑 而是来到了江湖川的河岸 在这里睡了一晚上 到了第二天清晨 他捡来了一辆自行车 沿着河岸 一直骑到了车站 混进了早高峰的人群中 坐上了开往上野的列车 下车后 他来到了日本的三不管地带 在这里买了一整套的新衣服 随后又偷偷溜进了一个医院内 找到了一些外壳手术器材 穿上了一件白大褂 走进了一间洗手间 接下来 他要干一件史无前例的事 自己给自己整容 让人震惊的是 他需要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 开动手术 不得不说 这个石桥打野真的是个狠人 由于过程太过血腥 就不描述细节 大概过程就是 鼻印上侧被打开 剔除了多余的组织 然后用针线缝合起来 让鼻尖更小一点 下嘴唇也被动了 看起来更薄一点 最后 还剩下脸上的两颗痣 为了掩盖两颗痣 他竟然试图将皮肤削掉 但最终的结果却不尽人意 黑痣依旧在他脸上 做完了这一切后 石桥打野仍旧不满足 因为他想要的是整个改头换面 于是 他再次跑到了三部管地带 在那里打零工赚钱 试图用这些钱 给自己做彻底的整容手术 而另一边的警方 过去了几个月 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09年10月24日 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两年多了 警方接到一处整容医院的报案 称一个酷似石桥打野的男人 曾在这里整容 而且双方还约定 于10月31号当天拆线 但不知为何 当天石桥打野并未现身 唯一的线索中断 但好歹也不是一无所获 大家得知了石桥打野整容的消息 警方根据医院提供的照片 重新发布了通缉令 悬赏金也从最开始的100万日元 提高为1000万日元 暗中的石桥打野 在看到这些消息后 变得更加警觉和敏感 只是让他想不到的是 正是这种警觉 才加速了他的落马 2009年11月10日 石桥打野准备逃往冲绳 为了躲避追查 他决定走水路逃跑 没想到 有一个工作人员注意到了他 并且将消息偷偷上报 随后 这个工作人员谎称 下一趟船还要一个小时 让他在后船室等候 而最终 他等来的并不是船 而是警察 被捕后 媒体拍下了这样一张照片 正是这张照片 竟然让这个恶魔开始有了名气 无数日本少女表示 他真帅 想嫁给他 如此脑残的行为 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然而 更离谱的是还在后面 他把自己的作案细节 写成了一本书 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 并且 这本书还给他带来了 1100万日元的收入 他打算把这些收入 都交给琳达的父母 但对方拒绝了这笔钱 认为这是在用女儿的生命 拿来交易 最终 施桥达也被判了无期 关于本期内容已经结束 你做何感想